读者朋友们都知道,由于地广人稀,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,澳大利亚经济过去一直是全球稀金地,并助推了澳大利亚经济过去近28年的高增长。 自上世纪90年代后,澳大利亚人几乎没有关于经济衰退的印象。 不过,近期,澳大利亚经济却发生了近乎于180度的反转,出现岌岌可危的迹象。 我们之前已经广泛撰写过,关于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放缓和下跌,对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的双重打击。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服务业务活动指数和CBA综合产出指数,也首次陷入负增长。 这是一些非常真实的硬资料。 目前的最新信息是,澳大利亚不断增加的银行抵押贷款违约,正在触发一些住房抵押贷款,1.27万亿美元支援证券化债券的还款限制。 评级机构ASP Global警告称,疲软的经济状况,将对拖欠和还款率造成压力。 前澳大利亚经济和政策顾问约翰亚当斯,3月16日,在接受澳大利亚新闻网采访时称, 现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线衰退,或不可避免,发现太晚了。 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躲不掉的经济危机。 2019年和2020年经济无疑将继续恶化,正在走向大萧条。 许多澳大利亚人将看到他们上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,将遭受重大经济损失。 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债务泡沫,导致的清算日快到了。 澳大利亚家庭债务,与可支配收入比例超高。 约翰·亚当斯进一步指出,在澳大利亚,每个经济指标都闪烁住红色。 这是一个纸牌屋。 我们高度依赖外国资金,随助包括中国买家在内的国外资金提前撤离。 从温哥华到奥克兰,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正从悬崖上掉下来。 以中国买家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为例。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最新资料,中国买家企业和投资者,三年前创下约合149亿澳元的投资峰值后。 在2017年,已经骤降至89亿澳元,锐减40%。 目前,据币马威监测到的最新资料显示。 截至2019年1月的12个月内,中国买家对澳投资也同比减少了11%。 上周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敲响了警钟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澳大利亚面临高房价和家庭债务水平,导致的重大聚集关金融风险时。 这些风险使澳大利亚极易受到大萧条式的经济危机的影响。 据Corelogic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。 2019年1月,前澳洲住宅价格再次下跌1。 自2017年10月,整体市场鉴定以来,累计跌幅达到6.1。 目前,悉尼房价已经下跌了12.3。 墨尔本的房价也下跌了8.7。 价格跌至2016年末至2017年初的水平。 AMP Capital首席经济学家Sheny Oliva博士甚至预测这两座城市房价跌幅,或将达30。 澳大利亚房价走势对比。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, 澳大利亚房价在过去的55年中涨了65倍。 近期,澳大利亚楼市的大跌,正在传递出另一层讯号。 即全球投资者,不再像从前那样青睐澳大利亚楼市, 随住外国投资者的抽离。 澳大利亚楼市经济的债务困境也越发显现, 澳大利亚房价只数年份对比。 由于长期无人住, 也不大可能通过二手房或租房来为当地带来税收。 澳大利亚房屋空振率非常高, 并出现鬼卡现象。 路透社称, 甚至在澳大利亚多个城市, 有可能会被强制征用为连租房。 这就意味住, 房子相当于被充公、没收了。 也就是说, 包括中国买家内的全球投资者, 在澳大利亚购房, 或将变得危险。 这从占据全澳楼市三分之二的悉尼和墨尔本房屋空置率, 较2015年开始调查时已经上升了19%和15%这一现象, 就可以说明问题。 与此同时, 澳大利亚赖以生存的矿产资源产业, 也正陷入出口大幅减少的困境之中。 比如, 分析师称, 随着中国采购商, 对更高质量矿物产品和能源产品的要求, 相当一部分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不达标。 进而中国买家, 或减少采购澳大利亚的相关资源类产品, 而向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 Asku 因较低品位矿石的也因此折价而承压。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, 矿商赶忙调整策略进行应对。 经合组织OECD也在近日警告称, 澳大利亚需要为经济增长下跌做好准备。 比如, 墨尔本、悉尼等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萧条, 比上一次经济衰退时,将更加萧条。 OECD进一步表示, 澳大利亚应制定应对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崩溃时的应急计划。 这些应包括一家或多家银行金融机构, 出现债务贷款恶化情况的可能性。 和大利亚应制定应对房地产市场出现与大利亚应急计划。